唉 這一次喔 這是ACEF啦 應該沒問題吧 結等比例 那就會平起來 平起來 平起來結等比例 等比例就平起來 3倍平方9倍 他自己錯啦 我要相加除以2 那 互為相反數就是0啊 原點 那三角形的話 SSS就會相似了 這個的做法就是 這個做法就是 重點這個圈圈跟XX加起來是180 因為這裡是180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裡轉過來這裡 因為他們邊長是一樣的 轉過去齁 他轉過去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剛才我一開始畫那樣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這樣 為什麼 你那個X移到上面去嗎 那你Y就會跑過來 你X移到上面去嗎 好這個X 移到這個位置 那你的Y就會移到這個位置 對不對 好那就 移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了解了 那他就是這一條 跟這一條 剛好是180度 因為你圈圈加XX是180 那就一整條線了 然後又一樣長 同學他們一樣長 都是Y 所以面積就一樣 那這種事情會發生底下三次 所以9分之二時候 所以它就是5分之三 乘以3 這照畫就好啦 好 因為我只這樣畫 你們就看得懂了 因為BC比較長啊 BC BC是3啊 那B'C'是2 那就會註線3 這有三段嗎 2比3的情況 2比3 那C這個就是 這個地方就是 負十 那那也可以往上畫 所以是正十 就是 噹噹噹噹噹 這個的邏輯齁 再跟我講一下 第一天 他說這個3 確定的 確定的 那我就給他一個K 那不確定 那我們就看比例啊 這是3R 這是4加K 括號R 比例齁 就從這裡 再三 3R 到這個4加3 等於沒有 3R 然後4加K 對不對 那 比例上是這樣 那我們又可以再這樣子畫過去 唉 錯了 那就看對面啊 對不對 這裡是3R 跟4加K 那這裡叫做7加K 對不對 就對面 那所以比例上就是4比K 會等於這一個 4加K 比7加K 4比K 其實4加K 比7加K 是不是算神圈啊 接口2 唉 我剛沒按到錄影 我要再錄一遍 好 燈燈燈燈燈燈燈 那這一半就是11 這裡又一半 那這個1對上這個2 對不對,就是1比2 所以這裡就是1 比2,這樣子 1比2,然後整段 整段這裡,這一整段是2嘛 所以2乘1分之1,就是3分之2 好,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中線長度 這是2分之2,這是2 相加除以2 就是中線啦 這是中線 再來如果是5的話 那我們去看啊 這有一個2分之1 沒寫到 3分之2比上2 就是1比3 1,然後去比3 1去比3 然後這整條 這整條又是2啊 所以 就是2乘1 4分之1 就變2分之1 好,剛才那2分之1的意思是這樣 好,接下來這5 這個是5的話 那這邊就15,因為1比3 然後一樣要1 比3 所以這就45,這樣也可以 就是80 然後這比例 然後這比例的話 就是S對T的話 那就是 9對16 9對16 那再來如果 從自己看過去 從自己看過去 來一次對替就是X比16-X X比16-X 可以算出X 好 連續的比就好 那再來看黃色的 黃色部分就是一個 黃色 這個黃色 登登登 這是一個 拇指相似啊 拇指相似 那就是 9乘16 就是中間啊 好 中間 A珠才A珠 9乘16 就這樣 下面還有嗎 沒了 OK 加油啊 挺挺萬歲 加油